郝正 我问你一个问题 平常你不看电视的时候 你们家电视的电源 你是拔下来还是插着 插着呗 来回拔 多麻烦 你们家有无线路由器吗 当然有 上网得用 平时如果说你出门 你会不会关掉 这路由器放沙发后面不太好够 所以基本上就没关过 我跟你说 这可不行 这些习惯都特别耗电 咱得赶紧改 要不然这一年下来 得浪费不少电 就是咱那个手机那个充电器 就是您不用 您一定要给它拔下来 不拔碎电 然后上面有一些小技巧 平时可以根据咱们的小技巧 然后养成一个良好的 用电和节电习惯 在虹桥区紫牙里小区 天津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向居民普及家庭节电知识 介绍省电的小窍门 一问大伙 不少居民平常也很注意节约用电 说到省电也是各有各的招 平时在家里的就是用电的时候吧 不该开的等吧 就不开 开了以后吧 就随手就把它灌了 用完了 这个空调有时候我们就开那个 二十七八度 觉得好像是要开太低了 那就费电了 空调使用方面的话 一方面我们是尽量的调在 最时宜的温度 温度越高的话 有助于我们空调节约用电 同时呢最近天气转凉 我们也很少使用空调了 可以把空调的插座拔掉 使用电器只要方法得当 确实能省不少电 以这个冰箱为例 就是我们应该冰箱放在这个 阴凉通风的地方 同时呢我们在取食物的时候 尽量一次性的 那个多拿 然后减少开关门的次数 另外的话 那个冰箱 根据不同的季节 也可以设置不同的档位 再有的话我们冰箱的食物不要塞得过满 如果说选用冰箱的话 我们就优选这个能耗等级一级能效的 吴大爷老两口平常过日子就挺注意节约 家里的电器也不多 可一个月也得用差不多200度电 吴大爷琢磨着不应该有那么多 可又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天津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 也带着专业的设备来到了吴大爷家里 帮他测一测 一进屋工作人员就发现问题了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电视 现在是通着电 这属于这个待机状态 待机状态 另外呢咱现在这个路由器 还有这些 其实它现在的接着电 它属于一种工作状态 然后大家这样 咱现场测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机顶盒 还有咱们这个电视 它耗电量 您现在看一下这个 就是基本上17瓦左右 比较高啊 就是您现在就是在就没有用的情况下 您电视也没开 然后呢这个路由器开着 也没有网络 我就就等于说现在这些店 把它把它浪费掉 工作人员勾算了一下 吴大爷家的电视 机顶盒 路由器 加在一起的待机能耗 是一小时0.017度电 按平时睡觉和出门在外的时间 为10小时来算 一个月就是5.1度电 一年就是61.2度电 我走了 我改把我扒他 就是热飞机 包括那个微波炉 结果改把我都扒他 但是没想到呢 就是这个那个路由器 没拿它当特别好电的 那么一个东西 工作人员还表示 待机能耗 确实很容易被大伙忽视 甚至您要是看表都很难察觉 可这机少成多 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浪费 还不光是吴大爷提到的那些 小到手机充电器 小橱宝 大到洗衣机 热水器 抽油烟机等 只要插着电源 就会产生能耗 在这儿也提醒您 不用电器的时候 得把插头拔掉 从我们节约用电的行为习惯来讲 本身节约用电是有助于我们节约电费的 同时也是支撑我们社会有序安全稳定用电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行为习惯 引导我们居民去节用店创建绿色家庭 本台报道 桃子之前咱们节目介绍过很多次了 这次要跟大伙说的有点不一样 这有啥不一样啊 这桃子通常是在七八月份成熟上市的 下面要说的是属于晚熟品种 一直能够持续到十月的中下旬 那还真不错 不过这口感怎么样 好不好吃啊 看了下面这个片子 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武清区的龙森家庭农场 这里呢占地320亩啊 种植的是四万六千棵的桃树 那一共呢包括了46个品种 我们平时啊吃桃啊 一般都是在这个夏天啊 七八月份啊 桃呢就大量上市了 可这里不一样啊 这么多的品种啊 它是从六月上旬一直到十月的中下旬啊 都有桃子是陆续的一个成熟 那我现在呢来到了这片桃源呢就是白攀桃 现在呢这个桃啊已经是进入了成熟期了 可以看一下它这一圈 基本上是已经不发青了 变成了一个乳白色 而且我们看到它已经挂了这个白霜 这个品种呢属于是几碗熟的一个品种 它是种脆甜的这种口感 现在它的含糖量呢在十六七以上 这个品种啊咱们修后者采摘回去以后啊 可以呢在家放四五天 颠一颠手里大概有七八两种 还是挺沉的 这个掰开了我们看一下 哇 看一下这个桃子这个果肉啊是白色的 然后靠近桃核的部分呢是这个红色的 桃味特别浓 像吃水蜜桃的感觉 这个桃啊一般呢是在九月底成熟 它的这个颜值还特别的高 而且啊它的果肉还特别的细腻爽口 比往年 上品果肉也比较高 而且那个桃子的品质也好 鱼水量小呢 它甜度也高 这个风味也浓 大丰收的念头 去年来过一会儿 今年是第二次来的 那桃特别好吃 跟冰炭也特别甜 尤其这个黄色的那个盘桃 每次早点就过来呢 那先吃点桃 那我们平常知道啊 油桃一般是一种早熟的品种 但是呢 农场啊就有一种晚熟的品种啊 消费者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 叫做丑油桃 就是因为它的样子非常的难看 非常丑 它比刚刚的那个锐攀21还要甜 甜度呢 刚刚果农跟我说 已经能够达到22以上了 那什么概念 就是一种特别甜的葡萄 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很细腻的 清爽的那种甜 现在呢 这个农场的工作人员 也是给我们 把这个晚熟的品种 都摆上桌面了 也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刚刚采摘的这两种桃 其他的桃都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我刚刚就看这个大桃啊 哎呦 边上去得有一斤多尘 您先从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桃什么呢 咱们国内 黄肉攀桃最大的一个品种 通通时间呢 是在中秋和国庆 这个时间成熟 这个桃如果是存放几天以后 它就会自然的这个变软 变软以后 咱们这个这个果皮可以包掉 就像吃芒果一样了 我看这个桃我不认识 您给介绍一下 这个品种啊 是我们前年呢 引入的品种 今年是第一年建果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市场上买不着 买不着 对对对 它的特点呢 就是几碗熟 离合 黄兽 个大 家庭农场啊 除了采摘区 还有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实验区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些树呢 都是采用了这个嫁接的技术 每年啊 就是至少要引入三到五个 新的品种啊 咱们整个的这个市场供用期呢 进行拉长 帮助果农提高收益 黄兽 我看你早上来的时候 穿的可不多呀 就穿一件衬衫 你不冷吗 不冷啊 其实现在啊 就是早晚比较凉 中午的话 阳光充足 还挺暖和的 不是有句话吗 春午秋冻 百病不生 这话可没有那么绝对啊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 就不太适合秋冻 咱们来听听 医生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的心脑血管发病率 与天气的变冷是有关系的 因为气温变冷以后 我们的血管呢 就会收缩 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供血不好 会发生急性脑梗 冠心病 甚至是急性心肌梗死 昼夜温差大于14度的时候 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增加30%到50 医生表示每年10月至4年3月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最容易发作的时候 传统的春午秋冻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是大忌 我们不建议秋冻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尤其要注意头部和脚步的一个保暖 防止由于寒冷刺激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医生介绍目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 正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一旦出现单侧肢体的麻木 无法缓解的头痛等症状时 要立即就医 腦出血的患者呢 一般会出现剧烈的一个头痛 如果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呢 可能只有一侧肢体的麻木 或者是那个口角 歪斜 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脑血管疾病的溶酸治疗时间创呢 只有4到6个小时 天凉了 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要加强对血压的监测 并准备好应急药品 高血压患者 切记随意停服降压药 同时还要避免剧烈运动 天气变冷的时候 我们不主张成练 建议是10点以后 到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间段 我们可以出去进行锻炼 老年人呢 我们主张就在室内进行运动 如果是年轻人呢 我们可以单脚跳平板支撑 平板支撑呢 可以使我们这个肌肉呢 长时间的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 在舒张 这样可以增加一个血管的弹性 另外深秋时节要多补充水分 保证充足的睡眠 饮食方面要清淡些 多吃粗粮杂粮 控制好每日盐的摄入量